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其实是陪伴 但是是通过小动物的角色 如果想讲个人和人之间的故事 拜托 以后姐姐保护 谁都保护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二 二 三 大家看上去 这是一只猫猫狗狗他完成的那个动作 但是当你去拍电影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这次请了好莱坞训练宠物的招队 我开始工作在1987年 那是32岁 那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很棒的机会 小动物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 训练师团队一直在不停地进入到更高难度的一些训练过程 我都不知道这些训练是怎么做到的 保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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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know what i do what did i do oh my goodness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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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最简单的 最愿意和人们的联系 他们喜欢表演 他们懂得理解这种世界 人们的力量和感情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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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个人都会有些时刻 彩虹 很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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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